天气湿湿冷冷加上明天就是冬至了 热乎乎的应景汤圆卖得是特别好 气象局表示受到冷气团和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气影响 北台湾一整天都是这样湿冷的天气 低温只有11度 到明天白天才会逐渐回温 只是下星期又有另一波冷气团接着来报道了 民众千万要做好保暖工作 圆滚滚的咸汤圆在大骨汤里煮到滴滴剔透 夹开白色Q彤的糯米皮 立刻爆出粉嫩的新鲜猪肉 天气冷嗖嗖 掏客吃汤圆一口接着以后 因为天气冷 然后吃点热的东西 哪有哪有味道 没用 真的没用 我担担担担担担大家就是爱吃鱼 这样就是过担担 22时冬至 传统市场汤圆店买气特别旺 气象局说这天冷气团持续发威 周六北台湾都是湿冷天气 地温方面北部11到12度 中部12到14度 南部14到15度 东部地区也只有14到16度 那明天起白天的时候呢 大部分冷气团会减弱 所以高温的话 各地会逐步回升大概2度到4度左右的情形 但是降雨的情况呢 在北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的山西 会转为是比较偏短暂雨的情况 下周一开始 北台湾以及东半部还是持续有短暂雨 没下雨天气回暖的好天气恐怕只有冬至这一天 下周一又有另外一波冷空气报道 天气又要转为湿冷 想看到太阳露脸恐怕要等不到下周五以后 新团的电视综火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